各位好,歡迎收看12月31日的新聞報導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陳冠東 我們先看看特首的Facebook吧 特首梁振英在幾個月前 開始社交網站Facebook的個人賬戶 但網友可以留意到他的生活寫照或出席活動照片 不過大家就沒機會加他做好朋友和留言了 因為他的好友名單主要以名人和政要官員為主 據一周漢指,上星期四 梁振英的好友名單突然對外公開幾個小時 除了自己一些相熟的政府官員外 還追蹤多名疑似來自日本的性感召女 有不少網民見到特首多了些新朋友都感到非常驚訝 就這件事,特首辦在昨天下午發表聲明 指梁振英的Facebook在12月24日下午懷疑被黑客入侵 部分資料和設定被他人修改 部分貼文被他人刪除,被他人加入一些新朋友 他的頭像也被他人修改 特首辦已在當日向警方報案 警方表示,接到梁振英Facebook帳戶懷疑被黑客入侵一案 案件列作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交由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跟進調查 其實上網已成為香港人的生活習慣之一 如果不忽視網絡安全問題,輕則就個人資料外洩 重則可能會招致金錢上的損失 不想麻煩警察,就要做好網絡保安了 今晚是隨即夜,港九多處都會有倒數活動 維港兩岸將會有煙火回燕,迎接2016年來臨 警方表示,中環、銅鑼灣、灣仔、天后維園和尖沙咀等地 將會分階段風路和改道 警方提醒駕駛人士,當日是風路路段為例停泊的車輛 將會被警方拖走,並且可能遭到飄哄 警方預計今晚會有超過30萬人出外倒數 在今晚11點起,港島沿海建築物樓頂 包括海港中心、中信大廈和稅務大樓等 每隔15分鐘會施放流星煙火,讓市民許下新年願望 到12點,市民可以欣賞意外與歡樂為主題的煙火回燕,歷時8分鐘 維港沿岸的船隻和附近一帶的建築物會延放160個笑面圖案 象徵希望和活力,為市民帶來正能量 居然海事處和水警會在海上加強巡邏 而為了方便市民參與倒數,港鐵表示 除了迪士尼線之外,荃灣線、觀塘線、港島線、東鐵線和陷至上水 西鐵線、馬鞍山線和輕鐵多條路線 將會在隨直夜通宵行駛 機場發線、博覽管站的尾班車 將延遲至1月1日凌晨1時25分開出 而部分巴士和川線小巴路線 亦會延長收車時間和通宵行駛 香港電車、山頂纜車和倒輪服務 都會延長服務時間 政府宣布委任何俊賢出任香港機場管理局成員 為期兩年,1月1日生效 馮苑薇再次獲委任為機管局成員 任期會由明年6月1日起生效,為期一年 至於現任成員陳鑑林和何俊仁會在1月1日離任 文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衷心感謝兩人 在任內對機管局的貢獻 這節新聞報道完畢 祝大家新年快樂,再見 людям 我們